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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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看团地算命这家公司找到的 这个跟香菜喜好有关的位点在不同人群上的分布 似乎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对香菜喜好在人群中的分布有一点一致性 全球人群的分布来自于天然基因组 这样一个专门研究人群基因组多样性的研究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在非洲人 在南亚 欧洲 来自我们今天的北京 这个位点的突变的情况有非常大的差异 我们把它结合另外一个跟基因组有关的信息一起看一下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们的祖先或者说我们的现代智人 这个物种都是大概从六万七万年前 开始从非洲那块土地上迁移出来的 已经有无数的化石和分子人类学的结果证明了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把这些数据跟香菜的喜好 相关的这个位点的突变情况结合在一起看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祖先真的很不喜欢吃香菜 而我们的南亚人民真的很喜欢吃香菜 但是实际上人和人群之间的差异 不仅仅是基因组组织的差异 我们知道当我们说香菜的时候 我们最终是要把它吃进去的 而吃就有不同的吃法 为了研究吃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上诞生了一种所谓的新物种叫吃货 显然美国人民不在吃货范围内 美国人民怎么吃香菜 跟玉米片拌在一起吃 跟番茄拌在一起吃 放在盘堡边上吃 放在衣面边上吃 看上去五花八门丰富多菜 但其实归根结底它只有一种吃法 就是吃生的 中国人民是怎么吃的 我们有香菜炒牛肉 有香菜拌牛肉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点 把一盘生香菜摆在桌上 大家都看过这一盘生香菜 因为我们最终都把它丢进了火锅里 总而言之 我们基本上不生着吃 我们把它加上各种调味料 有滋有味地吃 所以我们立刻会有一个问题 刚才那个研究结果 在中国人身上 在亚洲人身上 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们是不是真的 可以通过这个 他们找到这个味点 去判断一个吃货 该不该吃香菜 或者说是否喜欢吃香菜 我们想去重复这个研究 这是一个 作为一个科学家 总想去做的事情 我们去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中国人的基因组 跟相对的关系 是不是依然 跟美国人做出来的结果 是一致的 是否是一致的 这个事情去做 当然可以 这是一个研究项目 我们可以向 自然基金委 向科技部去申请钱 说我要测一万个人的基因组 然后想去研究 他跟这些人 喜好香菜的关系 然后你需要多少钱呢 我们算一算 如果我们简单地 用一些相对廉价的 基因检测技术 去测一个人基因组 大概只需要花 一千人民币 然后我们要测一万个人 然后我们去跟科技部说 哦 我需要一千万 去研究一下 中国人 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吃香菜 有的人不喜欢吃香菜 你觉得这个基金的评审人员 会对你说什么 我估计都不需要 基金的评审人员来说 估计你连学校 或者是本身你院所的 那一关就过不去 你居然研究吃香菜 所以我们换个方法 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实际上有很多新的方法 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事情 互联网改变了 大家今天来这里的方式 很多人坐滴滴过来 很多人通过互联网 去叫车 预定车 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东西 互联网是不是也可以改变 基因组学的研究 我们做一下这样的尝试 我所在的团队和公司 在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我们试图给每个人 去测基因组 给每一个普通人 给每一个一般的消费者 这个事情基因组检测 似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往往看到 我们需要采血 需要提DNA 但实际上这一切都在改变 今天我们只需要用一个 这样的小小的塑料管材 而一般的人往里面 吐上一到两毫升的唾液 这个神奇的塑料管 就可以在常温下 把你的DNA 唾液中间脱落细胞的DNA 保存三到五年之久 这个时间足够大家使用 足够大家的DNA 在高质量的情况下 通过顺丰 通过EMS 抵达一个标准的 基因检测的实验室 到了这个实验室之后 我们可以用各种 基因检测的手段 从基因芯片到测序 把这个人 或者这个用户的 基因组信息测出来 最终我们可以去 对这些基因组数据做分析 得到一些有趣或有用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刚刚知道 混血是一种优势 现在我能告诉你 你到底混血混得有多厉害 到底是哪些族群混在一起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知道 更多的东西 运动 营养 种种这样的事情 如果有很多人 做了这样的检测 它还在我们的网站上 在我们的社区里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 那我们接下来 怎么去研究 中国人的基因组 跟香菜喜好的关系 就变得相对地简单了 我们发出了一个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里面 包含了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 你喜欢吃香菜吗 你是否觉得香菜 有奇怪的味道 然后我们就可以 很快地得到这些人的 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同时我们也有了 它的基因组数据 用了大概一周多的时间 有三百多个人参与了 或者说我们做了一次 三百多人的GWAS 我对他提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你是否觉得香菜 有奇怪的味道 你是否喜欢吃香菜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有40%的人 不仅觉得香菜 没有肥皂的味道 而且觉得香菜非常香 否则它为什么要叫香菜呢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尽管有人觉得 香菜有奇怪的味道 但他就是爱香菜 所以说这是个吃货的世界 虽然它很难闻 我还是要吃 有了这样的信息 我们知道了一个人 是否喜欢吃香菜 一个中国人 是否喜欢吃香菜 我们也知道了 它的精英组数据 是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接下来 可以去验证一下 刚才我们说到的 那个精英组上的那个位点 那个传说中 有跟香菜喜好有关的位点 甚至已经被宗科院 转发的 这个跟香菜喜好有关的位点 是不是依然在 中国人的精英组上面 跟香菜的喜好有关 这个验证其实很简单 我们把人群分为两主 针对每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是否喜欢吃香菜 喜欢或者不喜欢 我们去看看 喜欢和不喜欢 两主人在这个位点上的 基因形 是否有统计显著上的差异 然后我们得到了一个 在座的很多人都熟悉的值 叫P值 P值有一个神奇的数字 叫0.05 对不对 而现在这个值 是0点 将近0.8 当P值越小的时候 这个东西的统计显著性越高 意味着两者的相关性越强 而当P值接近于1的时候 我们可以 某种上认为 两者没有关系 是一种随机的事情 所以 第一 我们否定了这个事情 这个位点至少跟一个人 是否喜欢香菜 是没有关系的 或者更严格点说 跟一个中国人 是否喜欢香菜 没有统计显著的相关性 第二个问题 我们同样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是否觉得香菜的味道 有点像肥皂 或者有什么奇怪的气味 同样把根据问题的答案 把人群分为两组 把基因组数据分为两组 去做这个分析 验证这个位点的差异性 这个P值更加的接近于1 说明这个相关性 更加的没有 人群在这两组 这个位点的基因型 在两组中间是随机分布的 我们否定了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紧接着 马上要问下一个问题 中国人的基因组上面 哪个位点 或者哪些位点 或者哪些基因 会跟香菜的喜好有关 我们做了一些尝试 当然 这个事情还处于很早期的阶段 我们发现了一些统计性 很强的位点 随着数据量的扩大 随着样本量的扩大 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 得到更好的 更显著 更准确的结果 甚至我们可以继续去做一些 基因编辑的实验 来验证这个事情 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个世界值得研究的事情很多 为什么要去研究香菜 当然 吃货总想研究吃的 但是不是这个事情 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做 或者它有更多的价值 其实香菜 一个人对香菜的喜好 是通常我们做基因组织的研究人 说的一个表情 表情还有什么东西 对药物的反应 乳腺癌的风险 得了一种肿瘤之后 它的预后会是什么情况 它吃东西的时候 是否有什么东西不能吃 它对某些食物是否过敏 这通通都是表情 当我们能够 有高效的方式 研究清楚基因组 跟香菜喜好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同样有希望去研究 它跟其他表情的关系 而这些研究都依赖于基因组数据 今天大量的研究 都已经发表出来了 比如说 我们经常说 基因测序技术很有用 举的一个例子 中间有一个主角 叫安杰蒂娜朱莉 她做完基因检查之后 发现她的乳腺癌风险很高 然后做了一些手术上的操作 降低了风险 预示到她将来 就过上了美好的生活 然后无数的人 把这个model 开始想移入中国人身上去做 但是中国人的基因组 跟美国人是不一样的 安杰蒂娜朱莉的乳腺癌的 遗传性风险之所以高 是因为它在一个叫 Break 1的基因上有突变 而Break 1这个基因上的突变情况 中国人跟美国人 是有特别大的差异的 我们这里分析了一下 微基因的 或者说我们做的 以中国人为代表的基因组数据里面 在这个基因上的突变情况 和27me 主要是以美国人群为主的 数据上 这个未典的突变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热点突变 还是比较罕见的突变 它的突变情况 都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如果有了这样的差异 我们直接把在白人 或者是在美国人身上 得到的研究成果 直接应用于 我们身上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准确性会是什么样子 不可想象 由此我们实际上 需要每个人 我们需要一个足够好的 基因组数据库 才能使得这些研究成果 或者才能使得 每一个中国人 能够早一天享受到 精准医疗所带来的好处 享受到基因组数据 所带来的好处 在我们知道自己的 基因组数据的同时 不仅对整个 中国人的精准医学有帮助 对每一个人 也能知道很多东西 比如说 照片上这个人 当你拿到他的 基因组数据之后 我们就能知道 这个人虽然出生在湖南 但他其实上 基本上是个北方人 当然这个从身材 大概也能看出来 比如说 他乳糖不耐受 比如说 他今天晚上 如果说他非常不能喝酒 你可以说他是个骗子 基因组上面说了 不是这样子 他对乙醇的分解 没有任何异常 比如说 他还有APO114这个分型 这预示着 他将来有很大的概率 变成老年时代 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可以知道 关于自己的事情 同样 每一份这样的数据 每一份贡献出来的 这样的 不管是基因组的数据 还是我刚才提到的 表现信息 都会对中国人 对将来的 对现在的这一代人 对将来的每一代人 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我们有很多事情 是跟美国人 跟欧洲人不一样的 比如说地中海贫血症 今天我们所在的 这片土地上 梁广 海南 香港 地中海贫血症 是个很常见的遗传病 而这一切在美国 不是特别重要 比如说 为什么当年的非典 会成为中国人的噩梦 而北美却波澜不惊 为什么美国人 会对甲流非常看重 而我们虚惊一场之后 发现这并不是一场严重的事情 比如说 为什么中国人群 会有大浪的中风的反应 而美国人 而欧洲人群 几乎没有这样的病 这一切的一切 都源于基因组的差异 这一切的差异 使得我们如果想去享受 现在热门的 精准医学的成果 或者我们想实现 中国人的精准医学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要有 中国人自己的 基因组数据库 这个事情 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 不仅仅是在座的科学家 或者说中国的科学家的事情 实际上每一个人 都可以参与到这个事情来 你贡献的每一份数据 都会改变中国的精准医学 让它早一天 早一个小时 或者早一秒到来 让我们的后代 可以更早地享受到 这一切的成果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去说基因组的故事 国家基因库 或许能够让这一天 早一点到来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或者未来在电脑屏幕前 看到这次分享的人 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